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马以5比0的比分大胜比尔森胜利 国米以2比1的比分战胜埃因霍恩 而纳布勒斯则以1比0的比分小胜上赛季的欧冠决赛球队利物浦 欧冠小组赛首轮比赛 国米还曾战胜英超对手热刺 在欧冠积分榜上 西甲依然以89283分高居榜首 而伊甲已经以67440个积分超过了英超的 是67177个积分 得甲的积分为67184 而法甲的积分则为51998 本轮一甲四指球队全部获胜是2005年11月以来 第一次出现一甲球队在同一轮小组赛全部获胜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 nos可保护 询琴油炮演示室 对你南方队现在的定奋和我漂亮 relat于ắm 计划不要再示范 吊本夏天din 男传社的事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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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